现在林乡公所为了庆祝太鲁阁族正名 20周年特别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太鲁阁族运动大会 那么9号乡公所是特地回到了南投德陆谷主居地 来请母火点燃圣火后 今天就开始传递了圣火 那么首站是来到了南区的佐西乡 也受到了乡公所和民众的热情欢迎 校长首持第一届太鲁阁族全国 运动会的主圣火与其他六位圣火队选手 缓缓跑进佐西乡公所大楼前广场 不仅公所同仁热情欢迎 鸾山国小的小朋友也以线舞来迎接场面盛大热闹 担任佐西乡圣火队主圣火选手的相代表苏贵妹 兴奋期待更以自己太鲁阁族感到骄傲 传递祖国 第一次的我们这个集办我们太鲁阁族 真的很高兴 让我们国西的那个政府觉得很光荣 我们筹备了两三个月 我们很进行的很努力的 为了去迎接这一次的太鲁阁运动大会 很开心很高兴 目前除了全国部农运行至永年成效卓著 台湾各族群也纷纷起而笑由 秀林桑公所就借着太鲁阁族证明20周年 发起办理第一届太鲁阁族全国运动大会 网邀太鲁阁族运动好手以及族人共同来参与 团结情谊凝聚族人共事 藉由我们圣火队和工具手一战一战的传递 那经过不同乡镇代表什么呢 代表太鲁阁族在不同地域区域的感情的连结跟团结 秀林桑公所承办的第一届全国太鲁阁族运动会 9号从南投入谷村主居地 请母火点燃圣火后 今天开始就从南区的卓西乡开跑传递 相公所也盛大迎接 居住在栗山以及伦山 为二的太鲁阁族村落的族人 也将全力以赴为卓西争光 因为我们本身卓西乡也是非常多的民主 在我们的栗山村也有我们的太鲁阁族的 甚至赛德克族的族人都会参与其中 那我们也希望藉由这个运动大会 能够促进我们所有的花莲县偏乡的公所 能够更团结 让我们太鲁阁族能够凝聚一心 一起为我们德鲁族一起加油 第一届全国太鲁阁族运动会比赛 从9月26号起陆续举行 28号举办开幕以及选手之夜 29日则是闭幕 每天都会有秀林万荣 卓西等地的农特产品展示 也邀请所有乡亲 一同来见证这重大赛事的美好 记者是玉兰张敏泰 卓西采访报道